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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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一般的形容词就形容名词 比如说an easy question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a dirty car 一个很脏 dirty easy 都形容词 修饰名词 就形容它的性质 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很简单的 这个车它的性质很脏 看来lady 一个脾气很好的 和女孩子 一个白色的房子 但是白宫你就不能加写 白宫要专有名词 前面讲的要大写 另外像是many 很多的match 像这个我们就有时候要区分开来 前面我们只举一些例子 但是像这个都一组一组的 many跟match 我们这边就是 没有时间再去细讲 反正就简单讲 许多的不可数的 许多的就many 不可数就是match a few跟little也是一样 就是几乎没有的 如果有一些就a few或者little 几乎没有的可数的就是few 不可数几乎没有的就是little 或者一些上有一些的any 上是有一些any是任何一个 这个no 还有in up这些东西 那形容词用法 这个就有一点傲口了 形容词当时修饰名词 一般是限定用法 这个比较多 你说讲形容词限定用法 大家听不懂 然后呢 叙述用法更听不懂 这个形容词修饰名词听得懂 形容词有限定用法 还有这个叙述用法 这听不懂 没关系 听不懂没关系 这我们用句子来讲 就懂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一般放在名词前面 叫限定用法 因为它限定嘛 限定在名词前面 It is an easy job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 你不要说很容易 很轻松的工作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一般叫限定用法 记不住限定 没关系 反正就是放在名词前面 形容词放在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很豪华的教词 反正放在名词前面 可是这个 像这个叙述用法 就是我们常常都搞不懂 因为它不是放在名词前面 它放在副词的后面 所以我们经常以为 它是副词 放在动词后面 因为副词修饰动词 比较多 你看 She looks bad 它看起来 情况不好 那应该bad 它修饰 looks 这合理 可是不是 它叙述用法 放在动词后 作为补语 它是补语 它不是修饰 它不是修饰动词 不是修饰 looks 不是 如果是的话 就是它是副词 它是作为补语 这个观念 这个你要多听几次 这观念一般人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人就觉得 它应该是副词 不是 它还是修饰人 这个人看起来状况不好 但是看起来 它只是bad 看起来的补语 You arrive safe 他们来的这边很平安的 这个也是一样 它摆在 摆在动词后面 它主要是平安 人平安 不是回来平安 不是到达平安 是人看起来状况不好 The milk smells sour 当然看起来 这个闻起来 酸调 但它主要还是讲 牛奶酸调 可是它的特色 摆在副词后面 所以这个常常 让人造成混淆 搞错 She always keep your room clean 这个看起来又像是副词 它还是修饰 还是修饰 还是当 我们还是当那个形容词来用 所以这种句子 就很容易让我们造成误解 She always keeps your room clean 它不是修饰的许义 它是修饰 room 而不是修饰 keep 如果修饰 keep 动词就是副词 它是修饰 room 但它又摆在名词跟动词后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 看它到底的意思 是跟着 它的意思跟着动词的动作走 还是跟着名词走 这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Eppended Fence White 它把这个 这个篱笆漆成白色 看起来是漆嘛 可是它主要是修饰 这个变成白色的篱笆 那形容词另外一个 就是必须要讲 它有原级 比较级跟最高级 这是形容词的 的特色 当然副词也有 当然副词我就不提了 太麻烦了 主要是形容词有这个 原型 原级 比较级跟最高级 比如说一样 我们再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 我们只是 只是在讲 使一种词性 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因为简单大家容易接受 每一个讲很复杂 弄个20级 30级 50级讲 它都把它受不了 都用简单的方式去讲 像年轻的 这叫原级 年轻的嘛 比较年轻的 就是什么叫比较级 两个人比较 三个以上到无限大 叫最高级 它是两个人里面 比较年轻的 它是一堆的里面 最年轻的就是youngster 而rich 就是形容词 有钱的 而两个人比较 他比较有钱 叫richer 一大部分人比较 里面 他最有钱 richer big 大的 两个人比较 他比较大 他比你大 通常比较 他个子比你大 bigger 或者这个水果 比那个水果大 这个香蕉比那个 香蕉大 三个以上 叫biggers 所以他有这个 圆级 比较级 最高级 所以我们这边讲 形容词有这些特色 然后我们再看看灌词 灌词 灌词它有分定灌词 跟不定灌词 这一般又听 又听不懂了 这个灌词定灌词 那我们就讲 TH1 TH1大家知道 或者A或A 一讲这个就知道 那TH1呢 就叫定灌词 固定的 A或A 它不特定的 不是特定的 就叫一般的 TH1就只有这个 那个 它本来是 最早是从 帖鞋进那个 转变了神 但是它不特别 强调那个 就是语气 比较弱化 那后来也可以 通知 TH 这个那个 这些那些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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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Please shut the door 请关上 这个门 因为你必须要加 不是要关上 所有的门 我只要关上 这个门 就比如 这个人在房间里面 妈妈跟你讲话 出去说 老妈麻烦把门关上 就关上这扇门 这扇门 可是他又 又不想讲 THIS TH 就是只带一下 它是特定的 它定灌是特定的 只指这扇门 不是 不是厨房的门 不是隔壁的门 就是我房间这个门 The sun makes life impossible 太阳呢 就是要孕育无穷的生命 这个太阳 因为什么 上也可以当 这个 恒星 恒星 那我们太阳 就指这个太阳 不是指 恒星都会发亮 我们不是指那个恒星 我们就指 我们这个太阳 这个 这个恒星 这是特定的 叫丁冠之 关就是像帽子 放在前面 They are studying the grammar and modern English 他们正在学习 这个现代英文的文法 这也是限定 研究现代英文 不是研究现代法文 现代德文 也不是研究古代英文 所以是特定的 This is the best picture of all 这所有照片里面 最棒的 拍得最好的 The best 它是指这一些照片 不是指网路上 Instagram 不是指其他的 或者其他人电脑照片 或者其他的人相簿里面 就指这一堆 比如说桌上 这摆个七八张 这张是七八张 也拍最好 不是指这一些 不是指别的 所以特定 那不定万是 就是不特定 不是指这个 那个这个 而是它原来是 什么万 有一个 某一个 表示某一件事物 所以叫不特定 I'll be back in a day or two 就是 我可能在一两天会回来 没有说特别哪一天 就是有一个表示总称 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A dog is a faithful animal 就是狗啊 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是一个很忠实的动物 我们就讲 这只狗 那只狗 我家的狗也很忠实 你家的狗很忠实 那个日本的狗忠实 这个 英国的狗 德国的狗 它表示 表示这一类 不是讲特定 它有一个表示 每一个 绝大部分都这个 所以叫不特定 没有说特定 这只狗 那只狗 My father is paid 200 dollars a week 我父亲啊 因为我们要注意啊 英文有 有这个 主动跟被动 像这种叫被动 就是 动词啊 就是用过去 生词 就表示被动 我父亲被付 而不是付人家 我父亲的薪水啊 一个礼拜 200块美金 一周 被付 被付了 200块美金 a week 它是所有的礼拜 也没有说 这个礼拜200 下个礼拜变300 变150 就每一个礼拜 表示每一个 你看 所以不定冠 它又表示 什么什么之类的 每一个 所以定冠词 叫THE 表示特定的 这个 那个 这些那些 不定冠就是 表示 通称 每一个 所有的 这些统一类 都是叫 所以这个英文里面 常常会用 名词前面 有的叫THE 有的叫A 或者AN 有时候不加 有时候不需要加 像专用名词 什么时候 不需要加 所以这也是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只能讲到这里 所以你要更具体的 你就去看我那个 特殊办法片里面 大家提到 或者一些相关的 单元里面 所以这个 它有的时候有点复杂 所以 有的时候它要用THE 有的时候它必须要用A或AN 有时候不需要用 有的时候TH又可以审阅 所以它有很多复杂的变化 我们这边只简单讲一个概念 像A或AN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 它后面名词是 子音的时候用A 母音用AN 可是 它第一个字 比如说HOU H子音可是要用AN 因为H不发音 它的念法是AL 所以那种字叫AN 同样的 有些字第一个字是母音 可是它不发音 就它发音第一个字是子音 所以它有一些变化 所以以前的考试 老师就很喜欢考这个 看起来第一个字是母音 结果它反而要用A 或者是相反 它用AN 就是表示它第一个字不发音 所以英文常词不发音 最多的就是字尾不发音 又有一些字 字首 第一个字不发音 那父词 父词它主要是修识 动词 最多 另外它也可以修识 形容词 跟其他父词 所以它包山包海 但是它不能修识 不能修识名词 不能修识其他词心 它最修识的三种 但其中 动词最多 那父词 当然它的 父词的字不少 可是比例不高 比例占不到一层 可是 我们有一个 不见得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们觉得 父词就叫LY 没有错 父词的字大部分是叫LY 可是它出现的频率不高 真正的出现频率高的父词 都是没有LY 这边都是没有LY 所以我们父词第一个观念 就是说它是修识动词 修识形容词 跟其他父词 那我们这边把它简化 简化 比如说 这些父词 这下面全部都父词 这个当然不是大写 这是电脑的关系 第一个字 这个没办法 它就把它打大写 我们就懒得改过来 要改过来的话也可以 每一个改类就A 这些都是电脑的关系 不是改大写 电脑常会第一个字 它就自动跳成大写 所以无二理由说也很笨 所以这些没有加LY的父词 表示时间我们就把它统计出来了 就你不用再去找了 这边就很方便了 所以这个教材也算蛮宝贵的 都把你整理出来 表示时间的父词可以用after 在什么之后 永远的 你永远这个时间 你永远都是怎么样的 before在什么之前 ever就曾经 now现在 甚至很快 yesterday 昨天 这些都表示时间的 的父词 父词就什么什么地 形容词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表示时间 当然有些会重复 有些父词 它又可以表示时间 又可以表示场所 它可以表示场所 空间的父词 above 在什么上面 而我也离开的 离开地 down 在下面地 far 很远地 here 这里 这里地 你也靠近的 接近的 there 那里地 up 在上面地 那父词也常常可以表示 表示那个次数 general 是一般地 of 经常地 sell 的很少地 sang常有时候地 也可以是表示数量程度 你看我全部都把它整理出来了 about 就关于某一个数量 almost 几乎都是 enough 足够 exactly 精确地 have 一半地 数量 程度 一半地 little 几乎没有地 many 许多地 many 主要是当形容词 但它也可以当父词 much 这可数是many 不可数 much quite 就是很足够的 scarely 就是几乎没有地 somewhat 就多少有一些 very 非常的 所以像中字 有时候很讨厌 very 也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复词 表示状态 方式 barely 就是表示你的状态 就会很急切的 或者是很坏的 很不好的 都一字多意 所以我们很难去讲一个字什么 一个意思 可是你每一个字都把说一字讲出来 也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很讨厌的 easily 轻松的 fast 很快的 你看它也可以是很严谨的 这个很牢的 很坚固的 所以这个一字多意 太复杂 happily 很高兴的 像中文就加ly so slowly加油歪 可是大部分是不加的 heart 很硬的 quickly 很快的 right 正确的 slowly 慢的 让错误的 也可以表示肯定或否定 signly 就是确定的 never 绝对不是 no 不是 not 也不是 perhaps 也许里 possibly 可能里 也是里 表示肯定或否定 或者部分肯定 部分否定 复词也可以表示原因 像according 因此 因此的 所以的 so 以至于 then 于是 therefore 因此 应该叫因此的 可是我们也不要那么累 叫因此 所以它就复词 category 就接下来是怎么样 那复词的文法上功能 前面讲过 它主要是修识 动词 比如说 he gets up early 它修识 gets 但是get's up 你又不能只叫get's 因为这叫动词片语 就是起床 Bonnie gets 是拿到嘛 可是跟get's up 起床又不一样 所以应该它修识 gets up 起床起得很早 he spokes very loud 它说话声音很大 这个副词 副词不一定加LY 常见的副词是不加LY 它修识 spokes 讲话 我们造句一般用 过去词比较多 这是修识动词 它也可以修识形容词 My heart is too far for words 就是 我的心啊 就是满满的 就是言语难以形容 for是那个形容词 太满了 我的心太满了 这个言语难以形容 它复词修识形容词 You are purely stupid Stupid是形容词 很愚笨的 很明显的 你是很明显的 很愚笨的 这样讲很精确 可没有人这样讲嘛 就你很明显 你很笨啊 这样大家听得懂 但是 Stupid是形容词 副词是apparently 很明显 就等于obviously obviously 它也可以修识其他的副词 He models Jet plants very carefully model本来是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model当模特 或者是做出一个模型 它做一个喷射机 喷射机 很小心的 很谨慎的 小心应该做一个 carefully是副词 very是副词 这边不是carefully 修识very 是very 修识carefully 两个都是副词 the sparrow can fly much faster than the sparrow 这个燕子啊 飞的啊 要比麻雀要快一些 所以这个 faster是 这个是副词 所以 形容词有 缘几 比较几 最高几 副词也有 副词也有 这much是副词 副词修是副词 那有一些对称的 副词组合 这容易常 让我们搞混 就它意思都有点接近 比如agal before since 都是之前啊 当然我们这边没有时间去细讲 在我们其他单元都会讲 agal跟before都之前 两个不一样 都不一样 一般讲agal是具体的 几年前 几个月前 before是在什么时间 之前啊 或者没有很具体 就讲以前啊 agal是比较精确的 多久 几年几月 already 已经啊 yet 这个字啊 很难懂啊 一般是用在否定句啊 还没有完成 可是有时候用在否定句啊 否定句 他就 那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迟早会完成 啊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still 只有仍然 he or there 这两个 very much 这两个 to 这些都对等的 但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 这些都是容易让人搞混 就意思相近 可是常常让人讲意思 会搞不懂 那我们第三部分就讲到这里